欢迎来到加州江太公频道 大家好 这两天香港的事情依然是局势不明 那么在香港中大等等这几个热点地区 依然是有这个警察跟这个市民的对峙 那么香港这个事情现在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 因为他到这个月的21号他就要举行去立法院的选举 这两天习近平也从巴西这边传来了对香港问题最严厉的一个讲话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就是昨天有驻港部队的官兵穿着便服 打着上街义务劳动的这样的旗号 到这个街上移除障碍物清扫垃圾 打着这样一个旗号 那么他们这个举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个猜疑 包括香港人也在猜疑 大陆人也在猜疑 这么几十年来驻港部队从来没有这样出去过 因为按照当时基本法的要求 驻港部队没有特殊情况 就是没有香港政府的邀请 他们是不会上街的 但是这次他们搞了一个擦边球 穿着便装 以做义务劳动这种姿态上到了大街上 这个符不符合法理 那么这个现在也是各说各的理吧 但是我想他这个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试探国际社会的一种反应 然后还要看看香港市民的底线 就是我这样做了 看你们会怎么样 或者是我就在这个之前 相当于一种变相的量级中 就是我的部队就在你跟前 说出来就出来了 我认为两重意思都有 那么香港世界上这个再解读呢 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啥解读头 所有的人都是在这分析的 这个事情怎么结束 就是在我们习近平怎么去发话 就看他的态度了 然后答案会怎么样 我们都曾经有过种种的猜测 这次大家又把这个时间点定到了 区议员的选举 那么选举过后会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得而知 也就这么几天嘛 我们等待一下 那么江泰公今天呢 想聊一个别的话题 但是也跟香港话题有关 这个话题呢 我就想这样说 假如说香港市民跟美国人民一样 人人都拥有持枪权 它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因为你现在看整个香港市民 在街头的这种抗争 他们跟警察的武力 只是完全不对等的 警察这边有最现代化的装置 相反香港市民这边 只有最简陋的装置 就是雨伞 我看别的也就再弄两个燃烧瓶 也就仅此而已 防护方面也就是一个护目镜 一个安全帽 再加一个防毒面具 就是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 怎么会有优势呢 就是你想用这种暴力的方式 主张你的权力 在这种对等下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反观美国 建国政府200多年来 世界上各国出现了各种暴政 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暴政呢 我觉得这个与他们 这个拥枪权有绝对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 美国建国的那几位先贤人物 太伟大了 他们就是料到了 一旦政府拥有了强大的武力 跟公民不对等的时候 那么他就可能产生这种独裁专制 肆意妄为或者是一种暴政 你纵观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产生过 为什么在美国没有 就是美国的先贤 他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美国当年在摆脱英国殖民的 这个抗争过程中 就是靠的民兵 主要是民兵 哪有什么正规军 大陆军都是拼凑的 等于说是美国的老百姓 组成了一支部队 打败了当时世界最强的国家 大英帝国 所以他们在立国制定宪法的时候 就把这个权力写到了宪法里 两百多年来 很多人 很多党派想取消这个权力 但是一直都没有通过 但是永枪的同时 他也会伴随一些社会问题 比如说枪击案 经常就有人说 美国的枪击案是全世界最多的 那么这个不可否认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枪最多的国家 假如说你中国人 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都能有这种永枪权力 那么你的枪击率 是不是能比美国低呢 所以我们经常比的时候 要在同等状态下去比 不要跟一个 就说是完全不可比的东西去比 永枪权力到底是力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力 那么根据江太公这么多年 在美国生活的这种理解 我认为力还是大于弊 首先他在这种法律层面 赋予了人民抵抗暴政的一个权力 就是你拥有的武器 就是一种象征抵抗暴政的权力 你就像张太公生活的加州吧 实际是在美国控枪脚岩的一个州 但是就在这样的州 政府也是在不断地倡导市民 永枪自保 这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么他赋予了你这个公民 永枪自保的权力 他相对的执法队伍的规模就很小 所以你在美国 特别在加州 看到警察也是很难的 他因为他的警力配置非常少 因为他把这部分权力赋予了每个公民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 那么他的副作用就是会经常产生枪击案 那么枪击案到底能死多少人呢 从美国建国到现在你可以加起来 可以看这个数字具体有多少 张太公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 但是也不会太多 那么你跟一场国内的政治斗争去比较 那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你跟这个每个国家所谓的革命相比 去推翻一个政府的成本去比 那么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假如说你只是说了枪击案这样一个现象 实际你是跟一个刑事犯罪的去比 但是你要上升到一个政权的高度去比 那么推翻一个政权 推翻一个暴政 你要花的代价是多少 你比方说国共内战死了多少人 对不对 共产党的这种内斗死了多少人 等等等 这个等于说在暴政面前 一旦老百姓诉所无策的时候 国家就会走向一种危险的边缘 香港的情况到现在你看 如果说香港市民人人都有枪 那么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事情能发生吗 如果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就政府的执政的合法地位 是由市民决定 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经常有这个五毛就说 如果在美国你们对警察这样 警察早都开枪打了 那么江泰公想反过来问你 如果在美国一个政府 把国家都治理成这样了 早都让他下台了 对不对 他哪有上街执法的机会 就是他上街执法了 那么香港几百万市民 人人都拿着枪去上街 他能去这样肆意妄为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江泰公在某些程度上 我还是很赞同美国这种 拥枪法案的 那么当然会有枪击案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那么江泰公今天谈这个话题 不免又会遭到很多五毛的谩骂攻击吧 那么事实就是这样的 包括大陆 为啥老百姓这么多年来 不敢反抗 不敢去发声 因为这种实力太不对等了 现在国内国外 很多人为什么支持中共 就是他们认为 中共这种制度 虽然有缺陷 但是在当下这种时代 它还是有一定的先进性的 它能创造经济奇迹 这就是世上的人被中共所迷惑的地方 所有的人到了北上广 那你一看 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等于说就被中国这几个地方秒杀了 但是他们去更多的那些偏远的地方没有 他们去了解那些真正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没有 没有 就是江泰公经常做这个比喻 当你进到花园的时候 你往往会为花园上面的那些鲜花所迷惑 实际在鲜花之下的枯枝败叶 远远比鲜花要多得多 但是中共就用这种障眼法 迷住了大多数的人 那么这个也没办法 谁让中共这个怪胎 搞出了这样一个经济成就呢 现在你让中共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肯定 这也是不奇怪的 所以现在你看啊 有很多在辩论 到处的人在争 包括官媒私媒 对不对 包括底下的网友都在争论 这两种制度哪个更好 那么这个我觉得要用时间去检验 如果我现在就完全就说 中共这个制度一无是处 那么肯定是有人反对的 我说中共这个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 很多人是支持的 如果你问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 说你为啥移民到美国 那总体比较 美国的制度还是比中国好 但是你要看哪一方面 在某些方面 那中共的制度就是比美国的制度好 所以这成了一个大家不争的事实 我觉得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去辩论 我们首先要看到 它两种制度的优劣 还有它的可持续性 还有就是这两种制度 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关键 再往长远里说 我们就把时间放长一点 看看中共的这种制度能撑多少年 就是按江泰公目前的判断 真是没有几年光景了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在这一会儿 在这争来争去 我觉得香港市民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 还是要采取更好的策略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呀 中共它总有衰败的那一天 而且指日可待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做无谓的牺牲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观看